迪丽热巴,真的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位女生 她是萌,但是,如今的她,很欲解 要知道,刚进入娱乐圈的迪丽热巴,非常能激起观众的保护欲 因为那个时候的她,太奶萌了,脸上还有小奶镖,特别想伸手去入恶一下 后来的热巴,大放一彩,欲解饭十足,觉得热巴可以独当一面 是可以站在聚光灯下,接受大众对她的好与坏的评价 不是当初那个冒头被排挤的她,如今的热巴,不能用冒头,应该说她全方位耀眼 不营业的热巴,粉丝更加忠心 作为一名演员,她非常尽责,打戏会自己上,还是非常拼命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热巴的剧没有积压的,基本都是拍一部,播一部 一年起码会有两部剧播出,这就是热巴的厉害之处 热巴也没有经常上综艺,专心扎进剧组拍戏 有的时候,热巴好久都不更新,只会在年末的时候,才看到她参加一些红毯 但是她的粉丝,也不会走丢,不会爬墙,依旧守护热巴 这是非常难得的,毕竟好久不营业,对明星来说,是挺伤的 再加上热巴作为女顶流,不维持粉丝,会导致粉丝流失的 热巴一年贡献两部剧,难道还有粉丝傻乎乎的走丢吗? 与君出相识定档,最近,热巴的新剧可能会定档哦 没错,说的就是与君出相识,这部剧是跟任嘉伦合作的,从开拍的时候,就备受期待 任嘉伦的演技不用说,还是可以的,不过她之前因为身材造假的事情被潮 穿肌肉衣,就觉得诈骗外,好像没有其他方面需要潮的点 若是真的没时间练,就不要做这些无用功,莫非是因为结婚了,不能露肉 热巴在这部剧里的造型还是挺漂亮的,据说,这部剧有好消息,那就是要接荡进双城 在18日定档了,看这样子,有好多这方面的消息在说,不知道真假 若是真的,那只能说热巴的剧确实强,拍一部,播一部,太令人羡慕了 热巴男友力爆棚,热巴作为演员挑不出毛病,作为女生更是没有毛病,她的大力气,比男生还要厉害 有多少男明星说自己力气大,锻炼,但是呢,通过一些路透,暴露自己虚的真相,居然都爆不动女演员 要知道,女演员对自己的身材管理是非常到位的,哪怕到40岁的女演员,对自己的身材管理都到位 之前都看过一些女演员说自己体重超过90都觉得胖了,都怎么瘦了,男演员还爆不动呢,说女演员胖 这次,热巴爆女生,这个举动,不知道戳破多少男演员的气管子呢 真的是打脸那些成天说女演员胖的男星,热巴的男友力爆棚啊,太有安全感了 礼物的男生,因为太 bon了,男人看过了,男人看下女孩最多人 小 ber ث AP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